我對於人的存在理解是 蠻幸福馬克斯韋伯的那句話 就是你是一個怎樣的動物 人是一個編織意義之網絡 要把自己黏上去的生物 哇 說得真好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台北市立圖書館 百人說書特別對談企劃 我們今天的來賓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每一次來賓一定都會是閱讀人 然後呢 一定會是歷史人 可是呢 今天的來賓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就是他是一個創業者 然後呢 也是一個創造者 我們來歡迎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台灣吧的創辦人 然後呢 同時也是執行長 就是蕭宇辰 小火車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阿劉好 通常我不會說是創辦人 是 因為台灣吧是四個人共同創辦 所以我們四個人都是共同創辦人 對 通常創辦人是唯一一個人 喔 OK OK Cofounder Cofounder OK OK 我們剛好就先來從宇辰的生命經歷 來聊宇辰的閱讀的生命史 就是因為其實早先的經歷 你可能跟很多人很像 就是呢 因為喜歡歷史 然後呢 去打歷史老師 對 尤其是三國 喔喔喔喔喔喔 這跟阿瑞很像 我們上次的阿瑞是不是 我核心是那個橫山光輝的三國式漫畫 哇塞 欸這個 這個有多人 國式漫畫嗎 那一整套 試圖有 我們上次有拿出來過 對 只是因為你這次沒有提到 所以試圖沒有先準備 他們一定是 就是可以拿出來這樣子 對 我已經發現已經擺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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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先從喜歡歷史出發 熱愛歷史 所以呢 做歷史老師 可是後來你就做了 跟絕大多數歷史老師不一樣的路 就是選擇創業 為什麼會這樣想 那閱讀也好 歷史也好 在你創業的路上給你什麼養分 我們先來聊一聊這個主題 好啊 我覺得的確 尤其是創業 像剛剛講說閱讀人 我就覺得 啊 就是有點心虛 真的嗎 必須要來說 比起我在 因為我創業前在學校教書 對 學校教書之前在大學念書 對不對 所以在那以前的時間 就是閱讀量真的很大 那必須要說從創業以後 閱讀量其實都是 有需求 趕緊抓了東西 譬如說以現在來說 我就得要看蠻多跟管理啊 相關的 因為要管理公司嘛 或是公司營運發展等等 所以就需要補充很多 譬如說甚至產業發展啊 數位趨勢相關的資訊跟內容 所以閱讀量 或是過去那種人文領域的 學科的閱讀量 就少很多 是是是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閱讀 很多時候扮演的角色就是這樣 就是你以為你已經 離開了一個正統的學學 學術的那個 你現在要我再回去 譬如說我需要學管理 所以去念一個管理學的措施啊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所以就是 只好有需要就趕緊去查 剛好有些書 能夠不得去就趕緊來用 那如果想要請你分享一本 可能是對你人生來說 非常的重要 或者是說 可能是你讀了好幾次 都還是欲罷不能 你就要重新看一次 都還是很開心 你會為我們推薦哪一本書 就是一本很有代表性的 歷史類的書籍的話 我想我會推薦槍炮病菌與鋼鐵 這本書 對 這本書我是什麼時候看的呢 是高二的時候 這麼小 這麼小 對 我覺得高二那一年 是我個人很重要的啟蒙年 對 那這本書是在怎麼樣 請一下看到 是我們歷史老師推薦 我歷史老師是那個黃春木老師 對 也是在歷史教學領域 他就其實試圖都帶一些很新的東西 是 然後他那時候要求我們 因為他也不是說所有人都要讀 是因為他找了這本書的譯者 王道環老師 喔 對 哇 他找王道環老師 來我們學校辦一場演講 是 對 在高中其實有這種校外演講的 非常難 都會不高 對對對 所以他就要求 如果你想參加這場演講 你就不需要看完這本書 不知道一定看完 他有一個指定的一些章節 你要優先看完這些章節 所以我就為了參加這場演講 然後買這本書要開始讀 然後就 這跟課本裡面的歷史 完全不一樣 而且你非常幸運 你在這麼年輕的時候 就讀了這本書 因為它是會完全的 逆寫我們所有的歷史觀的一本書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 尤其在念歷史系的時候 會有一種就是 跟我想像的歷史不太一樣 槍炮並玉鋼鐵 他就提的概念其實就是 包含技術 包含細菌 等等 我們的抗體 對對對 它從各個不同 人類大迁徙 對對對的影響去看待 就是 包含 其實有很大程度就是 讓我感知到說 因為包含這個譯者 他本身跟作者 他都不是純歷史學家 是沒錯 甚至可以說是人類學家 對他是人類學家 從人類學的角度去切入 從地理的角度去切入歷史 然後那個觀點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先來聊一聊 宇晨你覺得 你有什麼 覺得歷史上很重要的一種 關鍵的轉變 是你覺得很有意思的 那如果我們想要了解 那個時代的話 你會推薦 哪一本書 我選的這本書是 破解希特勒 嗯 德國搞不好 就一蹶不正 再起不能 之類的 對對對 所以 就是 就一個轉折點來說 尤其是一個個體 決定了某種程度 歷史的一個轉變 但我會認識這本書 其實是從這個作者 哈布納他的前一本書 一個德國人故事開始認識 哇 看那本書 因為他是回憶錄 他在講納粹崛起的過程 對 他是 1933年到19... 反正就是他一段時間 尤其是在一戰力納粹的時間 然後到整個納粹奪取政權 對對對 1936年他們就整個奪取政權 以及整個二戰後的一個情形 他就是以他個人的生命經驗去出發 一樣他就從一個人的完整性的視角 去看希特勒的一個整個過程 跟你好像在很多決策點 都會覺得說他就是一個狂人 或是 對對對 但你認真的去理解他的整個脈絡 跟他當下的每個處境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個不一樣的角度 去理解希特勒 這一本書裡面所提到的 那個關鍵時刻 你覺得是什麼時候 我覺得 你這樣我講的話 反而一直在打破 我覺得對於那個關鍵時刻的 了解的這個定義 沒有問題啊 對對對 我們就是來 我們就來過解法 反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 就是有人在談說 就是第一個納粹到底是誰 就是 這個是很棒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在講的時候 在講那個第一個納粹 不會說是希特勒 會說魯登道夫 因為魯登道夫是在一戰時期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德軍的將領 對 那甚至是那個副參謀首長 當時他唯一的老闆 只是十筆新登堡 對 只是一人之下 對對對 這樣 那大家也知道在一戰的時候 其實德軍一直都不算是正式的 有被打敗 甚至主戰場都不在國內 對對對 所以對於他們那些在前線打仗的將領 的確德軍是在敗退 但根本 你知道戰場是在法國 是在人家的地方 我們還沒有被殲滅 為什麼就 戰爭就宣布 對對對 所以對於這些前線將領而言 一直都有一個 背後統一刀的論述 所以你發現很多納粹後來的 你知道就是一些 怨恨 對或是說思想基礎 對對對 就是能夠養分好了 其實都是在魯登道夫的時候 就已經幫納粹準備好的 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可以看到 其實也有一些思想的淵源 或是那時候的脈絡 其實跟一戰後有關 然後你還可以談到魯登道夫 你甚至可以再往前談 魯登道夫有什麼其他的一些背景 談到花歷的時候也會談到 你覺得歷史是偶然和必然 我們之前其實有問其他來賓 我自己也有我的立場 我是必然拍的 你覺得歷史是偶然還必然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困難 你更相信哪一股力量 帶有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決定性的力量 對對對 那我個人可能會比較偏向必然一點 了解 或是說我覺得我會希望 更多去探究那個必然性 重點就是掌握那個必然性的旋律 是 因此你可以知道說 因為在這個主旋律底下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去想要去探究的是必然性的點在哪 我對於人的存在的理解是 蠻幸福馬克斯韋伯的那句話 就是你是一個怎樣的動物 人是一個編織意義之網絡 要把自己黏上去的生物 說得真好 對 所以就是你要說人生一定有一個必然的意義嗎 不見得 可能甚至不重要 因為本質上沒有意義 我們自己賦予意義 對對對 然後你就黏上去了 這個追求本身是有意義的 對 但那個東西到底存不存在 可能不重要 雨晨你來推薦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的信念比較傾向於必然性的話 那如果你想要去支持這樣子的論點 又很想要希望 大家能夠去理解歷史中運作的那個必然性的那些機制 那你會請大家 你會推薦給大家什麼樣子的書 我自己反而另外想推薦的是那個 這個 日本女人在台灣 是 對 而且它有好幾本 大政篇 它從明治篇到大政篇 到昭和平 昭和太長了 對 要上下策 昭和太長了 所以昭和有60幾年 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個分量 哈哈哈哈 對 但當然不是說 因為它並不是一個 嗯 有 你說你非得要佔造一個脈絡讀完的書籍 某種程度來講 它有可能沒那麼嚴謹 這也是一個點 哦 對 因為它本人也不是一個所謂嚴謹的歷史學家之類的 所以 它也 而且也不全然是它個人有經歷到的 因為它1930年出生嘛 它那名字就開始寫了 所以它就是 因為個人的一個對於台灣 對於那段時間的一個懷念 所以它去收集了各個材料 嗯 嗯 但是 呃 作為一個那個時代的見證者 嗯 其實是有參考性的 最後最後呢 就是一樣 我們想要請你用一句話來聊聊 閱讀對你的人生的意義也好 或者是閱讀對你後來人生你必須要做很多的選擇 閱讀給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順著我們剛剛講的脈絡 我覺得閱讀給我最大的一個感受或是好處就是顛覆認知 哦 我覺得顛覆認知是我在閱讀裡面最大的樂趣 是 對 看待一件事情一定會有時候你可以說什麼 見三是三見三不是三見三又是三之類的 你會經過類似這樣的翻轉 我覺得這些翻轉都會讓讓人會有一種成長的喜悅 哦 所以我覺得閱讀至於我的言 當你每一次都帶來這種對於認知的顛覆 可能是翻過來之後又翻回去 對對對 但是都會讓你在翻回去的時候覺得 已經不一樣了 你的視野完全不同了 所以那個喜悅是非常你很開心 有一次因為我們之前做反正要研究萬華的一些地方 然後我就去了龍山寺 我過去不太常進去過 真的嗎 然後剛我進去那時候是他們傍晚誦經的時候 哦 是 我進去然後看到感受到那個誦經的宗教氛圍 我整個流淚 哇塞你也太硬感了吧 但因為我不覺得我是那麼感性的人 所以我對我的流淚感到很很詫異 搞不好那是一個你靈性開啟的時刻 所以我會覺得會感受到那個 就是那個氛圍 是 你會發現不是只是在殿堂的 就是寺廟的人在誦經 你會看到信徒每個人 有些人那有 你可以拿一個本書跟著誦經 你現在是根本背起來了 或坐或站或櫃 跟著在那個時間點 然後沉澱自己 那一個氛圍是非常感動的 那是沒辦法 但我也沒有 我還是不相信 我沒有這個信仰 但是你感動流淚 對 我尊重以及就是 你感動的是那些人 他們如此的相信他們的信仰 是這件事情讓你感動 我不確定 但我覺得那個氛圍本身 就是我相信儀式的力量 了解了解 我相信儀式 包含就是像是我求婚的時候我也哭了 我也超不買單結婚儀式這件事情 我覺得結婚根本就是一個 我懂啦 就是一個 一個枷鎖 它是一個可以提高GDP的儀式 你就這樣想就好了 對 但是真的人在實踐儀式的當下 你會有某種程度 感動 對 或是你脫離或是自我去 雖然說我知道我喜歡我就是 但是透過這個儀式 你會更認可一件事情 那你個人的想像跟定位或自我認知 也會有所翻轉 好 我們今天真的是跟宇晨聊到一把不能 對對對 但是時間真的有限 所以我們今天要在這邊打住 但是今天真的是非常謝謝宇晨跟我們聊聊 那也是希望大家持續閱讀 然後呢持續發現新的世界 永遠像宇晨說的顛覆你的認知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大家掰掰